冬灣Saramon 暴雨至Big Five店鋪屋頂貪塌 冬灣Saramon 一間體育用品連鎖店Big Five 相信是受到蠔雨的影響而導致屋頂貪塌 根據NBC電視台網站的報導 事件發生在星期二的清晨 當時位於Cropay的店鋪 幸好當時不是營業時間 沒有人受傷 事副警察表示 店鋪中間有一條橫樑破裂 導致了自動灑水器的損壞 令更多水流入了Big Five和旁邊的Ride A 而Cropay的一列商鋪直至到星期二晚上都依然停電 當地消防署Saramon Valley Protection District 認為大約是主要因素 他們認為平屋頂受到雨水積墜壓力熱塌下 但都需要等待事副警察作出最後判斷 天下回事記者編輯報導